昨天早上的7点多 大广高速河南平于阳部收费站附近 发生了多车相撞事故 两公里范围内20分钟的时间里面 连20多辆车相撞 涉及的车辆多是货车 当地紧急出动了多成救援的力量 截至到目前 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 9人受伤 事故后续处理正在进行中 经过初步的调查 事故是由于突发的团物所引发 所谓团物是指在大物环境下 局部范围内出现了 浓雾更大的雾 高速公路是团物的多发区 极易造成重大的事故